陈文希肺部肿瘤将开刀主持衣三年首度请假 陈文希二月底因身体不适检查出肺部肿瘤 明天将动刀切除一块组织 预计住院四至五天 医师并坚持要她至少休养二周 因此她首度相主持衣三年半的文希的世界周报请假 由平秀林代班 陈文希本月25日过61岁生日 昨在中天提前庆生 对集团董事长孝称要主持到90岁 但随即宣布请假二周 她二月底发现自己容易喘 呼吸困难 心跳加速至100下左右 搞不清楚生什么病 经过多方检查 意外验出肺部肿瘤 她说过去及时插管手术后 也从没请过假 在这过程当中 生过病 住过院 断过腿 断过脊椎 在美国开刀治疗 脸部风无心组织炎 过去生病不会影响主持工作 但这一次要做肺部手术 必须听医生的话修阳 他最终决定请假二周 也打破自己13年半未曾请假的记录 并感谢平秀林代班主持 此外 陈文希的家族多人已患肺腺癌 他昨再三表示 二周后一定会康复上工 他也因这次肺部不适 发现一般民众进行肺部电脑 断层扫描CT 仅能到大型医院 或一定层级的医疗中心 空污严重的地区 如高雄 屏东 南投 浦里 配有相关设备的医疗院所更少 许多空污地区病患对肺腺癌的筛减 集中于指定医院 导致等待检查的时间更为漫长 甚至要三至四个月 他表示 等自己术后康复 将与医生着手 推动肺腺癌筛 简朴计划 判为腹部放宽标准 让更多合格医院 能配置电脑断层扫描仪